好 大家好 這是我最近拍了一部25分鐘短片 那這個短片是中國他們一個活動投資我拍攝的 對 好 那我們先看 好 那我們先看 愿我轻轻地翻走 像这次忘记的笑容 我要做自己的一生 把手指干人家不用 这次忘记了 这个短片就是我之后9月15号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音会 那等一下可以问我的字片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后来就是 哦 出现了 然后就是说 我是那个高中读副音商工 然后后来读中国科技大学 跟那个养科师 我是新途校区的 然后我也创了一个社团 就是创意交流社 然后创了之后我就直接修学了 修学完之后就是学弟妹就说我烂摊子 所以现在他们都很烦恼 然后 那就是 怎么办 这是干嘛 然后这是我一些 比较 就是我人生中一些经验 就是 我之前是在那个传奇网路游戏公司任职精灵乐章 然后与剑舞传奇的美术制作 那 因为我原本梦想是走游戏这一块 然后我有得过就是 公演员19就创意竞赛就是 第一届是入围跟佳作 然后第二届是全台湾首奖 然后再来是 呃 经济游戏 然后再来是电影影视产业相关工作 所以我后来去连续去有实习一段时间 然后 配合 相公所拍一些 就是纪录片宣传什么 我们家东西很好吃啊那种东西 然后 中文科技大学就是做一些广告 就推广我们学校 然后 协助一些服装品牌制作 然后未来的话我就成立了 迫布电影工作室 就是 我的工作室 然后 我后 现在就是跟那个素人豹合作 就是 算是流行杂志 就算非主流杂志啊 那就是帮他拍一些就是 艺人啊 周堂好那些东西 然后把他做影片 等等的 然后 我影视类的相关奖项 其实 还蛮惭愧的 因为这些比赛好像几乎都不是 獎金猎人的 对吧 因为他是 就是比较大陆的比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投 然后就东东都大陆得奖 我也不愿意 那我第一部是撤退战争片 就是 配合50年代 黑色群一风格的电影 然后 就是 一万多部参展 就是中港澳 然后后来我首次 被人气拉上去 进到前20强 然后再绝选 然后是最佳新人奖入委 然后交易是 一部短片 是3D电视台主办的 那是优选 然后 我现在最新派置物就 就是 提案优秀者 就是会赞助我拍摄 然后 之后会在中国 所有就是 嗯 交通工具上 或是 土豆啊 那些地方放映 那就是 我想先介绍就是 我的 我的历程啊 就是 因为我原本是很会画画 像这些是我画的一些 草图 就是 设计图 因为我原本想走游戏 就走游戏这一块 那 我画得很美 可是因为台湾的游戏市场 都是走日式风格 所以 像我记得那两块 应该是我画的太久了 五年前吧 然后 这些是我做的模型 那我想跟大家 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 最后从游戏会选择电影 就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游戏没什么梦想 就是 会让很多人 就是 浪费时间在玩这个游戏上面 再来是说 台湾的游戏产业太封闭了 没有发展性 就是 就像是说 今天有一家公司 他做了 他做了一个游戏是 日式加五侠好了 然后觉得 这游戏很慢 然后另外一家公司看到了 说他有这企划书 一丟上 或是一个广告出来 另外一家公司就会说 快点我们也做个日式 然后也是武侠的 然后就一起 就变成 你们应该在电视上常看吧 就是很多类似广告 然后都很搞不清 他们是什么游戏 他只是通通都很像 所以其实这恶性竞争 不像是国外 会是 特別做游戏 魔兽世界 把剧本写好 可以写小说了 他们才进行这个 游戏的制作 所以我觉得 对台湾游戏 我还蛮失望的 那再来是 我也跟主管吵架 然后所以说 我后来就退出了 那 那 因为我在这方面 就是还蛮优秀的 其实像刚才有很多人讲到说 什么 什么 就是负面声让啊 加上不支持啊 我觉得那都屁话 更不用理他们 然后因为 再来是说 因为我 在转眼跑道上面 我是有 因为我这方面 有很好的经历了 然后历程也很好 那 我父母听到说 啊你想走电影 然后就拿了 我什么一个亲戚说 你知道 你亲戚那个 就那个舅舅你知道他 拍电影赔很多钱 你知道吗 我说干他又不是我 对不起说张话 然后 我就继续 不知道 可是我 其实我已经对电影是有计划 只是我不会去跟父母讲 其实我研究已经六年了 电影这个 我研究很久 那 我也是有计划性的进行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然后 然后 思考剧本的绝招和想象 有一点很 这点还蛮重要的 就是我跟大家讲了几个要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 你不要在乎别人 看不看懂你的作品 如果你要让别人都看懂你的作品 那就不用拍电影了 这就要不是我说的 就要是 世界上最为大的导演 就是Stanley Cooper立刻讲的 就是你今天拍电影 不是为了别人 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看得懂 就像今天有个弱智 他看你明天前 他就看不懂啊 你怎么办 所以不用思考他们的想法 对 然后 然后再来是 结局很重要 一切电影演到最后 关键在结局 如果结局不好的话 这部剧就先不要拍了 想到好的结局 才要拍这部剧 不然那些资源都浪费 对 然后 我觉得说 我觉得我时间不够 好 所以说这个等一下 我们如果有人有 对编剧有兴趣的话 因为我是 编剧跟导演 那 业余摄影 对 那我忘了摄影队找片 不然我一个人太忙了 对 那我刚刚就等一下 我再跟大家讲这个 有兴趣的话跟我聊 那 其实拍电影的路程 非常的 非常的刺激 就是 我跟大家讲 我会有多刺激 要这样疯狂 别人不敢拍的我就拍 因为 台湾电影的产业 你们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吧 就是 同类型的很多 像中国称作 海角七号诞生了之后 中国把台湾的电影市场叫做小青星时代 以前是 以前是新浪潮时代 现在变成小青星时代 小青星时代 小青星时代就是 小青小爱 高中生谈恋爱 像 那种 我们那些一起追的女孩这种 然后海角七号开始都是这种 就是帅哥美女排 打出来 然后画面很唯美 然后拍的都是101台北市海滩 就是小青星时代 那 其实我很 不愿意台湾走这条路 就是我也想要开创一些 好莱坞式的东西 那我的方法是结合再结合 像 我的撤退这屋系就是 其实我算是第一个就是 在台湾就是 以学生制片的名义 就是独立制片 第一个拍战争片的人 然后把他弄到国外比赛 那其实战争片里面 大家都会想到说很多的资金 那编剧有一个技巧就是 永远不要考虑你现在有多少钱 先把剧本写完再说 你觉得我写有飞碟飞过来好了 不要想说 因为我不会特效 所以我不写这一段 那都是不要先思考的事情 先把剧本写好 不要去管那些其他的外在因素 然后 再来是 我撤退他 或是原本是一个 嗯 他是战争片 但是我融合黑色电影 有人知道黑色电影吗 帅一定 会有人知道 好然后就是 黑色电影就是 在50年代的 美国有一种电影叫做黑色电影 就是 喜欢角度由下往上拍 然后 主角都通常是侦探啊 然后 然后就是 反社会人物啊 然后 都一定会有很漂亮的蛇蟹 美人存在 你们可以上网查查看 什么叫黑色电影 那都是喜欢 一个人走在街上 自己的自己很孤独啊 那种感觉 那 那 我把战争片跟这个 黑色电影 融合在一起 就是 一个全新的战争片 那我这部战争片 构想 其实是 很有趣的 就是我解体方突破 第一个在军营超级 超级复杂 我没有考虑要让大家看得懂 所以我就先用这部戏 先得奖了 打了一个头证 然后后面再拍商业片 然后后面再拍商业片 也真的对你们很有帮助 那 那 我最近一直在讲说 就是有 台湾未来有发生一个内战 是我没有解释内战原因 大家自己去猜测 然后 有正规军跟反抗军在对抗 那其实就遇到一个 遇到一个 算是一个区域 发生一个小事情 可是这个区域 发生了这三天内 所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战争中 一般战争片 看不到的发生的事情 像是 TK啊 TK知道 TK就是打到自己人 然后 这类的事情 就是很多悬疑的问题会出现 那 你们看到抢救雷人大兵战争的战争片 都是往往以美军一个 主角去探讨这个事情 德军就是大坏蛋 我们要把他杀爆 然后我们要救出自己人 但是我不是 我基本上是在讲述 两边都各自有自己的苦衷 他们不会去 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这是我拍摄 这部战争片的风格 就是我没有去 就是偏袒任何一方 每方都有自己的苦衷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 你一开始可能觉得说 郑规军 是大好人 而到后面你觉得说 郑规军超坏 对 那种感觉 那计划赶不上变化 遇到坏事要冷静 就是化险为夷 这点很重要 如果拍摄电影的人 你前面写再好 前置再久 你一定要遇到状况 像我拍这部戏的时候 因为我旁边有个废墟 我废墟有三栋 废墟大楼 我就一直到那个废墟 去编这个剧本的 结果我从大陆回来 出国回来 那个废墟已经八年了 从来没有人动过 我从小在那边长大 没人动过 然后我到那边回来 发现那些废墟居竟然上步调 然后 然后准备要拆了 不能进去了 那我剧本怎么办 分镜都白话 超爽 然后 那时候其实我还满 蛮生气的 后来发现说 我后来介绍一个养老院 所以我整部戏 有三栋大楼 全部在一栋大楼里面拍成 在不同楼层 只是用戒惠的方式 那其实你要动脑去思考 其实我在想 如果当时如果在这边去拍 反而 因为我对气场不了解 其实 你租来的气场 也不知道它虚电力有多久 我现在想到说 我不可能拍 然后拍一下 然后又跑去充电 然后充完电台跑回来拍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感觉上天在帮助我 反而不然我没有在废墟 不然我像就完蛋了 然后 哦对了 哎呦 拍摄电影的时候 有那些人会来乱 像是一些无聊的阿嬷阿伯 会说 哎哎哎 你在干嘛 你不知道我们这房子不能拍 你在拍谁 完全不要吊他 你还可以抢他 因为法律规定 拍摄出完全没有任何违法 所以能拍就拍 拍谁本 那我们自己不能拍照 叽叽歪歪 反正 你就是 死不要脸就对了 就是学生不要脸 拍电影就是不要脸 那你有钱就可以 你就可以大家都要给你脸 然后 面对现实终于理想 我刚刚看到很多就是说 就是有 有梦想要追尋 对啊 这本来就是一定要的 不然做人干嘛 然后 膽大星系 就是 比这次创造一个先机要的计划 像我刚刚就提到 就是说 你拍摄电影 一定要先想好说 你这个电影 打头真的是为什么 所以撤退是很好得奖 这种剧本我一看就是 一定很好得奖 那 得了之后 你才能够 别人会注意到你 所以说 你先尽量不要拍那种 巴辣的东西 不然你会一路都会 跌下去 先拍一个 别人没拍过的东西 对 然后 再来是 要有国际观 因为台湾真的很渺小 不要被台湾给局限住了 对 因为台湾的市场 什么都往往 娱乐 尤其是娱乐市场 现在的社会结果 已经相反了 以前是十一出行娱乐嘛 现在已经反过来了 现在娱乐变成 人类的最高的收入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娱乐这东西 台湾还没有很突破 那你们要多往国外看 哎呦 剩一分钟 然后香蕁以默的社会教图的求生就是 香蕁以默意思就是 庄子说的 庄子说就是 他他就是说 香蕁以默意思就是说 今天 有一天 有两只鱼被冲上岸 然后他们两只鱼 都没办法活下来 他们就会互相向对方吐口水 让这两个别人都活下来 然后有一天水进来了之后 他们又跳海面 他们就可以 就是完全 完全 就游走 就是人在遇到危难的时候 才互相帮助 就是你们外来社会 你们会遇到很多问题 通通都是这样子 对啊 像工作环境啊 什么什么 所以说 我就很不适应啊 因为我个性很 很枯腰啊 所以说 我最后就是 决定自己出来开工作室啊 那 我觉得这几句话 对我们都很有帮助 还有更多啦 就是一些名言 大家看一下 面对现实 终于讲 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切割把他说了 然后 哎呦 甚至十几秒 我还没讲完 没关系 他今天是我的一些成员 这个是人事 这是演员兼制片 这是大制片 这是我 然后还有一个摄影 那我喜欢跟男生合作啊 因为女生 我没有要排斥女生 就是 女生一幼起来 那很麻烦 我有一种很长得到女生 就连我的摄影师 都还是那种 很mame的 雙心的那种 对 应该讲完了 还有十二秒 好 OK好 就这样 那等下有 然后等下有 有事的话 就可以问一下那个 制片 就是 他有带些传单 就是我们接下来放音活动 还有我们下一部作品的计划 那我很欢迎就是许多 想要跟我们 呃 对电影有兴趣想参与的人 都可以 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啊 加入啊 或是给予任何的资源 OK 就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 等等 没事 Meh 咯